人際間的溝通 無論是夫婦之間 朋友之間 弟兄姊妹之間 或是同事之間的溝通 你試試自己評估一下 如果100分是滿分 你自己認為你的人際關係溝通上應該有多少分呢 很多時候溝通上 我們評估自己 都是在說表達的能力 我說話有多厲害 有多快 有多準 不過我今天想告訴你 溝通的藝術很多時候不是去表達我們的思想那麼簡單 特別是在家人之間溝通 其實是去明白其他人的想法 這才是溝通的藝術 這是在聖經裡的針言經常有的主題 針言十八章第二節 愚昧人不起愛明智 只喜愛顯露心意 或者在聖經新譯本就更加清楚了 愚昧人不喜歡明白事理 只喜歡顯露自己的心意 在一個對話裡 愚昧的人只是懂得表達自己 講很長的一篇獨白 發洩 破口大馬 牙尖咀利 一卵咀噴出來 我只是想拗贏你 讓你拚不到我 就以為是溝通 打個比方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其實好像打排球一樣 對方開球過來 我們接球 然後對方又把球還回來 我們又再接 是一種互動 不過愚昧的人不是這樣 每次你開球給他 他不是還給你 他開一個新的給你 然後你又再還給他 他又再開一個新的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的溝通都是這麼沒有智慧的 我只是用我的嘴巴去講出我心裡的想法 試試建立一個有智慧的習慣 在我們的溝通裡 我們嘗試去問一些好的問題 讓我們清清楚楚聽見對方的需要 有智慧溝通是由聆聽開始的